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利用零石膏替代天然石膏与水泥制品做建筑材料 减少天然石膏和水泥矿山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实现零化工产业全资源化循环利用 是行业共同的责任 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节约型社会 时代在呼唤 使命需担当 早在二十年前 龙莽集团领导人就高瞻原主 本着对企业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 赤资成立了德阳龙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专注于零石膏替代天然石膏的研发与应用 最终实现零石膏资源无害化的循环利用 多年来龙莽人切而不舍苦心孤意的埋头苦干 通过联合国际 国内的科研院校与行业专家进行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 在零石膏无害化处理 高强石膏工业技术的研发 石膏工艺装备国产大型化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全面展示了净化石膏作为世界第三大胶龄材料的轻质 防火 呼吸 保温 低碳的优越材料特性 为施法零化工产业链的全循环 全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实用技术基础 为大规模低碳绿色开发零石膏的综合利用 筑备了能量 开拓奋进 做最受尊敬的企业 龙莽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龙莽新材料公司兴事基地为始发点 同时契合国家建设无顾费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乡村的新时代要求 首期投资4.6亿元 建成年产210万吨净化石膏生产线 和配套建设下游材料生产示范线 使龙莽新市零化工基地达到硫酸零化工 石膏全产业链良性循环自我平衡 二期投资达到7.2亿元 以施法与干法净化零石膏的技术相结合 建成年产400万吨高强石膏粉体材料 以其高强材料特性 去替代传统建筑材料制品 减少人类对于传统天然石膏材料 水泥建筑材料的过度依赖 向市场提供低碳绿色的建筑材料 同时逐步消化利用存量的零石膏 用科学的态度以于公移山的精神 最终扳平石膏扎山 让扎山变成飘香的果园 充裕的良甜 让优美的环境画着子孙后代 幸福的笑脸 为着这一切 龙莽人正撸起袖子加油干 未来篇 2030年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 这是党中央向全国发出的伟大号召 也是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 龙莽人始终紧跟石膏的步伐 以绿色低碳的石膏制品 去替代高碳排放的水泥产品为己任 使之不渝推进工业副产石膏 低碳绿色应用的历史性变革 龙莽新采公司 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 在已建成的新式零石膏 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的基础上 利用自由的国家级研发平台 组合全球优秀人才 在石膏化学填料 高端纸浆石膏 石膏功能材料 石膏办公家具材料上 进行应用研发 形成一批自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同时联合国际知名品牌企业 在工业复展石膏领域的高品质 综合利用上 进行全国选点布局 最终投资达100亿元 建成年产量超千万吨的 低碳绿色石膏制品的大型顾费综合利用企业 在做中国低碳绿色石膏建材 核心骨干企业的同时 汇门行业制式 在工业副产石膏领域里 朝着品质优秀 种类席权 规模超一吨的低碳绿色石膏产品方向 全方位高标准发展 为中国如期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世界承诺 为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笃定目标 携手行业先锋 奋力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